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里是新兴在农村 马上快要到我们传统的节日 新年了 新年三十晚上不灭灯 年轻人不知道 到底是因为什么不灭灯呢 咱们去找人了解一下 吃饭了吗呀 有点 你老是有多大了 这去年七十五过来年七十六了 就是到年七十六了 对对对 看这一老年你都不得先打 哈哈哈哈 你这个就是说是有几个孩子 我说三个男孩一个一个一个女 三个男孩一个女 你还大爷 你看现在就是说是咱过年就是说是都是 现在是用电了 原来不是电 这个屋里边所有的灯都亮了 但是就是亮灯 三十亮灯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避兮人家拆网 就是说 你就是说是避兮的是吧 是避兮的 灯亮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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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给人说的人家菜都洗粮 菜洗粮找灯亮的对不对 对对对 也是为了应接咱心的意念 就是亮亮灯灯的 原是就是说亮灯的 亮灯的就是 三十人就是不吸灯 就是这些愿意 也没有别的意思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说就是几下去信 对对对 应接拆训 灯亮采网 神主这灯亮采网 现在就是说 咱那下边咱那个 咱那老牛民的意思 咱那都是牛民 就是为了就是让孩子们 就是说 奈年 就是 菜园更好 过得更好一些 只要是这么的意思 这个灯都拿着 凉上来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你也没有别的就是 就是这么的意思 通过刚才的交谈了解到 大年三十二晚上不灭灯 主要有这几种意思 一是避邪的 二就是迎接吉祥 三是灯亮采望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